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开始下雨了 大家想起上个礼拜下雨 下成这样 台北市 三个候选人纷纷赶到现场 讲完烂最晚到 不关心市民 好笑 我听得更好笑的是 台北市的副市长 他叫彭震生 过去是公务局长 又柯文哲在蓝头湖险 现任市长在蓝头湖险 台北下大雨成灾 然后康乐的隧道 那边 贪了 这个副市长彭震生 公务 因为台北的副市长 大家是分工的嘛 那公务局长出身了 一定是负责比较跟公务 跟那个都市计划 这些相关的 有一言 质疑他 你怎么没有到现场 他现场倒了一棵树 有那么严重吗 为什么大家都要赶入现场 各位朋友 我相信彭震生讲的是个真相 可是 现在是选举啊 你不到就不关心啊 对不对 所以选举很多事情 你会看得就非常好笑啊 尤其最近非常多的民调 这些民调 比如说昨天有一份民调说 哇 陈时东第一 讲完案第二 黄珊珊第三 看了哈哈大笑 在台湾哦 从蔡英文当选总统以来 台湾至少成立了 一二十家的民调公司啊 这些民调公司专门在做什么的 帮蔡英文投资谋混 比如说我们今天很正式的民调 联合报 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76年成立民调公司 是媒体里面最早的 那 TVBS 这些 或者盖洛普 对不对 或者 什么政大选举研究中心 台北大学这些 有公信力嘛 不管他做了你 满不满意 他有公信力 那如果 这些单位做出一个民调出来 对蔡英文不利 对民党不利 他们马上就有一个民调就出来 就讲 哎你看你看 哇 陈时中 赢过蒋万安 这种民调 我不能讲他假民调 可是我告诉你 他们就是做出来的民调 就是为了和缓 正式的民调 怕打 怕他们的险情受到影响 或者怕蔡英文 的讨厌度被人家 看不起 那赶快做一个 哇 蔡英文都受欢迎 这样 就这样啊 蔡英文如果受欢迎 你在台北市 新北市 你有看到 多少民进党的 一言候选人 挂跟蔡英文一起的照片 你应该挂跟他一起照片 他那么受欢迎 他是现任总统啊 各位 这就是一个观察指标啊 为什么大家都挂赖清德 还有人挂怡天 跟怡天合照 看板 是不是 林家龙少数 你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 那种受欢迎的程度啦 我讲 这个就是一个观察指标 那些民调听听就算了啦 尤其那些立媒所做的民调 大家参考就好了 譬如说三立啦 自由时报啦 你就参考就好了 我老实讲啦 那但是啊 有时候 看很多东西你看了就会很 因为嫌疾到了 很多东西 你就会看不下去啊 昨天 立外宴 支撤会 接受 成吉的爱将 高雄选出来的赖瑞隆 各位朋友可能没听过他 成吉的爱将 他们要帮忙打险战 打谁 打高雄安 他说高雄安 在支撤会任职期间 曾经监难 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不得了了 他叫科智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了 科学的科 智慧的智 对不对 所以你在那边兼处长 不可以 兼职 没有给支撤会知道 支撤会马上有一个 很骨腿的处长哦 不是处长 执行长 他到现场备查 他们本来 第一次讨论支撤会 支撤会说 高雄安 引用资料 这没问题 他自己写的嘛 他到美国 读博士 里面有些资料 引用到自己过去 任职期间的 这有什么问题 又不是商业的 对不对 那 支撤会开始讲没问题 后来民进党的 开中常会 秘书长 尼玺要出来 定调 前党 要攻击 高雄安 尤其 立法院系统 然后立法院马上 民进党团马上行文 要求 支撤会提供什么资料 什么资料 对高雄安说 不同的 不好的资料 通通拿给我 各位 民进党是个垃圾下山烂 不要脸的畜生党 支撤会过去对国家贡献很大 现在只能变打手 你不变打手 董事长 执行长通通换人嘛 为什么我每天骂他是畜生 那你这个会 你将来支撤会要怎么中立啊 过去 跟你合作的 谁敢跟你合作啊 对不对 因为你支撤会不是不能只靠自己 你要跟厂商合作 然后厂商在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互相 然后你借着这个平台 支撤会是经济部 投资部分钱没有错 那可是 你要跟厂商 你就是要让整个业界的资讯 电子业很发达 很活络 这是你的功能嘛 以后谁敢跟你合作 民进党为什么是畜生啊 他这个就是了 我才不管你国家将来会受什么影响 我要打赢显战啊 所以你看他那种卑劣的手段 我不是挺高宏安哦 我跟林根人是好朋友 高宏安我不认识 小董讲 高宏安我不认识 林根人跟我是好朋友 因为以前他常跟我上节目啊 那他也都是邀我到新竹 说哎 你小董来 我带你到 你常在讲美食 我带你到新竹 我们新竹美食也很多 新竹美食我也吃过很多啊 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那当然啊 我讲哦 有时候你看 一个选举公不公平 或者你一个人公不公道 一个媒体能不能受信任 或者民调 你能不能让大家看得起你 这个其实在整个险战里面 都看得很清楚 高宏安昨天被修理 他其实是立委啊 高宏安现在是立委 可是他选举他一定能在新竹 没有在立法院嘛 他是民进党民众党的部分区嘛 所以他是平白被修理 要是我 我知道你们今天找知社会人来 我应到现场 我立委也可以进场 对不对 然后你在上面讲我 我当场呛你 我一个人呛你们 柯建明一堆人 民进党最好60个人 唯有我一个人 看媒体会怎么报道 看媒体会怎么报道 我告诉你 这个才叫做效果 他毕竟没有显占经验 因为民众党 在柯文哲这种饭桶 这饭桶党主席 然后 真的是饭桶 炒包台北市长 他完全不懂 他过去是 随便蒙蒙上了台北市长 他完全没有做事的能力啊 我讲 各位长期听我在评论 柯文哲里就知道 他不是坏人 可是他就是一个饭桶 就都是出一个嘴巴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高宏安的一样 我说如果是选举我是立法委员 我知道你们今天找资车会嘛 我一定知道 因为我是立委一定会 受到 我一定有相关的资讯跟通知 立法院会通知我嘛 我知道你们找资车会的执行长 要来 是要针对我 我就到现场 我听你怎么讲 那你讲说高宏安 我们自车会没有 他偷偷跑去科兴 科制这家公司 当业务处长 我们完全不知道 蒙蔽我们 我们要告他 那我在下面我就要呛你 对不对 我就要呛你 我是立委啊 那我呛你其他人会不会围剿我 会啊 民进党最好来围剿我 民进党围剿我 我选赠我就赢了 对不对 就证明你一个畜生 疫情畜生 包围着高宏安在打嘛 各位 台湾民间 我们民间老百姓都要同情恋者 一个恋女子被你们这样围割 然后你们围割的东西是假的 为什么 高宏安昨天没在场 他昨天被修理以后 网友就找出来 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 然后呢 接着国家的资讯 电子业这个都很重要 刚好有个展览在 在哪里呢 在篮港展览馆 蔡英文在经济部长沈隆金的陪同价到现场 现场资测会 资测会哦 然后呢 科制公司 都在场哦 然后帮蔡英文做导览的人就是高宏安 他穿着科制公司的服装 然后帮蔡总统说明我们这个做什么 哇 蔡总统印象很深刻 这个小女生 头脑这么清楚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拿个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总统就走了 资车会帮忙发新闻稿 说我们今天 总统来我们这里看哦 非常成功 还有照片还有什么 这是昨天网友帮高宏安整理出来 说 这个资车会有没有变成很不要脸的单位 有啊 他以前不是啊 为什么民进党强迫他参议选战 他就变成 垃圾不要脸的单位 资车会 小总就这样骂你 你还有脸吗 你自己发的新闻稿 高度的告诉媒体 你看你看 我们今天都成功啊 我们资车会所辅导的这家公司啊 对不对 我们所提拔的这家公司 我们出钱来出人去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创新公司嘛 创新你们这家公司 获得我们资车会的青睐 我们就派人 资车会派人去你们那班当处长 协助你们在业界 开发结果开支善业 他的功能就是这样啊 然后今天 为了打高宏安就 偷偷跑去兼职 我们都不知道 偷偷跑去兼职都不知道 那我请一下 你们资车会 不是让人家看破手脚吗 对不对 卓震宏执行长 你昨天到立法院 你不觉得自己羞羞脸吗 卓震宏 对不对 你自己想一想嘛 我老实讲 自己赶快辞职了 你在这个业界 这个业界不是很大 太丢脸了 为了做这个官 对不对 你今天直接被打脸 我讲这个 沈慧宏跟林根仁哥 我都是很熟的 沈慧宏尤其熟 高宏啊 我是完全不类似 没见过啦 我没见过 我并不是说要挺他 我只要讲说 我们讲新闻 就是要救世论事 我也看不起台湾民众党 我老实讲 那民众党是天天 民进党是天天被我骂畜生党 总统是天天被我骂垃圾总统 为什么 因为我挤出了很多事实啊 我挤出了事实 你就可以看到 台湾什么叫正义 什么叫是非 来看嘛 对不对 这两天基隆 哇 他们前几天啊 那种 绿色的媒体又开始说 哇 基隆 蔡四应赢 谢五粮多少 我听了他大笑啊 你们那种垃圾媒体 可以相信的话 老实讲 叉叉都能吃啊 台湾最乱的 就是媒体跟司法 司法是走到最后一步 变司法 媒体就一直开始灌输你 民进党 从课本里面开始去灌输 学生 中 国中 高中就开始一直灌输你 这些人进入社会 他就开始用媒体来跟你洗 你的脑袋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那些信息 如果你知道 听听小董节目 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为真啊 你听听小董节目说 真相是这样 没有错 我讲就真相这样 那今天 有网友帮高宏安把他的资料 你们资车会发的新闻稿 这个 立媒会不会报道 不会啊 只会说 哦你看 人家资车会都讲话了 高宏安啊你看 哇 在资车会任职还偷偷跑去 科制这家公司当处长 真是有够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还抄袭还什么 就是 你看到就是 断章起义 没有真相的新闻 他说我没有作假现场这样 那后来 后来人家已经出来辩驳 而且 铁证如山 新闻稿嘛 有照片嘛 都是你资车会发的嘛 你要不要报道 我不报道 什么叫畜生媒体 这个就叫畜生媒体啊 台湾 畜生媒体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我我讲啊 选举哦 尤其变九十五 又要拿民进党的好处 你就只能靠这样 要当民进党的果官 你就只能违背 良心来讲话 小董我不违背良心啊 我讲都是真的啊 对不对 我讲疫苗讲什么都是真的 我们过去讲没有人 没有人完全相信啊 为什么 啊你就小董 你就是蓝营或怎么样 用这个来把你糖塞啊 那现在呢 如果 现在讲的人是慈激公德卫 你相不相信 相信啊 证人法师 得到 的高升 对不对 谁会不相信他 是啊 慈激公德卫讲 我们慈激就被他阻挡啊 我们疫苗要买 他不给我们啊 后来证人法师跟蔡英文喊话 我要跟你见面 蔡英文吓到了 对不对 你的民间生乱跟人家 叛恶赢你啊 所以一见面马上通过 那你现在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卫无部说 我们没有阻挡他 我们怎么样 你跟他协商好几个 他协商不成 你们一直卡他 一直卡他 卡到最后他见到蔡英文 马上就成功了 那不是你前面在卡他吗 不是你前面在卡他吗 这什么垃圾啊 台湾的人命 就被这些垃圾的官员 他们为了捍卫高端 对不对 为了徒利 我讲这个就叫 这个就叫垃圾到几点 说我们没有主导 你没有主导 他跟你协商那么久 你每天给他出栏题 结果他找了蔡总统 马上就可以 所以那表示什么 表示本来就可以了 我讲 台湾 我们为什么一场险急 看出了很多东西 因为险急大家拼命 爬混 拼命去挖 然后大家看到了真相 我讲就是这样 对不对 在台湾小董 我是数一数二的专家 我真的敢讲 因为我们跑太久了 而且我会去爬输 我也不管政党 也不管立场 就像我刚刚跟你强调 高宏安我完全不认识 我也没有要挺他的意思 我只要讲真相 谁当险关我什么事 如果您跟人当险 搞不好 下次我去那边 他还请我吃新竹米粉 对不对 沈慧宏老朋友 没有错 可是他现在去加入民进党 那当然 当然大家就知道 那你如果是认同民进党 那民党在我嘴巴没有什么好话的 我在讲 在台湾你有时候看很多东西 你真的要 眼睛要看很清楚 对不对 基隆 为什么刚刚讲基隆 因为基隆这几天在吵 基隆解映 基隆那时候的轻轨被我骂多久 我说你蔡英文就是在收谎 大家记不记得 2017年 拉着林六昌的时候 林六昌2018年要寻求连任 基隆过去30年没建设 我投资 我用 我用 八十几亿 八十几亿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们大家记得前面有个前瞻计划 最主要在做各种轨道 轨道 轨道就是解映 轻轨 怎么样 我八十几亿 我给基隆建设 所以我就笑他 你忘了基隆还有四年是李静勇 民进党的李静勇在当市长 你说没有建设李静勇也没吗 蔡英文对台湾不太了解 他这总统是蒙上了 因为国民党那时候很稀落 蒙上了 他根本不了解 不像我这么了解 这我们辽如职长不用刊认的资料 李静勇当四年 民国八十六年当 那你说他三十年基隆没建设 那李静勇在混 不是打进去了吗 你说 你到云林说 哎呦我们反对 这种家族政治 因为张立善 现任国民党的县长 他哥哥是张荣卫 是国际的县长 所以你反对家族政治 民进党有多少家族政治 你把台北市议会就好了 台北市议会看那些民进党的议员 有多少人没有家族背景 你去看啊 台湾有多少 民进党 还好意思去讲什么 我们反对家族政治 那你不是很好笑吗 你去看新北市 民进党那些提名人 哪些人不是爸爸交给你 爸爸交给儿子 一堆啊 各位朋友 你不要看民进党 民进党就是脸皮厚 我每天骂他畜生党 他是很气 但是我讲的东西就是真的 对不对 基隆 现在在吵基隆捷印 所以谢国良反对基隆捷印 我好像要骗 我告诉你 基隆捷印就是一场骗集 早早就 早早就这个骗集 因为轻轨 轻轨就 轻轨没有 我从七年大声的骗 我说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他的轻轨 蔡英文2017年先世的时候 2022年年底要完工 我从七年开始 我就开始讲 连一产的土都没有产 这什么 还继续骗吗 他开始没有做 他可以骗你说 我们现在在规划 再怎么样 到七年一产的土都还没产 我说可能从基隆火车站 到南港火车站吗 这不可能 你再怎么港工再怎么样都不可能 对不对 那他们就开始改口 改口 到七年年底改口说 我们已经把轻轨改成捷印 那捷印的功能比轻轨更好 对不对 更稳定 哇好像升级了 我说他们将来 基隆捷印改不成 他们说我们已经改成高铁 高铁又更高层次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都在唬烂 为什么讲唬烂 因为你只要看他 总体的这个说明书 这几天我的老东家联合报很认真 因为我们联合报有几个老记者 他对这些都很熟悉 我同样也很熟悉 我现在虽然没有在线上跑 但是常常也有记者会问我 我老实讲 因为我们跑新闻是很认真的 很多东西都看过 基隆的所谓的捷印 根本是轻轨 第一个他全部是高价 而且他不是 他现在的起点是从巴督 请问基隆人要做 要到台北来上班 要先去巴督转车 你要用什么转车 坐公车 坐火车 然后再去转车 那你干嘛转车 你如果坐火车 你就一路把他坐到廊港啊 你干嘛转车 各位 是不是 你说我特意我要做轻轨 感觉比较高尚 是啊 那你时间就沿路了 这是什么规划 对不对 我有时候讲这东西 很多东西真的就是常识 然后他的车辆 我告诉你 他的车辆就是低底盘的轻轨车厢 他现在是把过去轻轨一直弄 弄不出来 现在弄出一点点了 然后骗你说这叫做捷印啊 各位 这叫做捷印啊 你是好不好笑 你说蔡英文是林志玲 谁相信啊 我告诉你 是不是垃圾总统好好笑 你今天连轻轨的捷印车厢 都搬出来了 告诉人家说这是中音量的捷印 告诉你 各位朋友你有沒有看过什么 叫中音量的捷印 就是文湖县 那个就叫中音量的捷印 四个车厢 有没有看到 本来两个车厢啊 后来议会说两个车厢做不不 要改吃四个 所以他那时候常出问题 为什么 那个就是法国马特拉的系统 小董我太熟悉了 这个不懂都可以问我 我老实讲 那你要不要弄出来 那些险将喔 除了民进党 大家就如获自保 那这个实在太好玩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件一件的爬梳出来的话 发现 哎呀民进党果然是小董讲的 垃圾党畜生党啊 不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爬梳出来的东西 越来越多 不堪文论啊 基隆结印是一场骗集 我很早就讲了 跟轻轨一样就是骗集 啊这些人无所不骗 欢迎小董真心话 我讲真心话 都有评有记啊 各位都很清楚 请各位帮我推广YouTube 我们让更多的声音出去 那大家讲 我刚讲 基隆结印是个骗集 车厢是轻轨的车厢 道路是架高的 你没有看过轻轨没关系 你下次到淡海啊 我的母校淡江大学那边 你就坐 淡海新设计 是 这个就是轻轨 那 我们现在台湾最主要轻轨 高雄也是轻轨 这个也是轻轨 那中阴量 就是文湖县 中阴量 以前 以前把它 以前叫做高阴量 后来解说 应该叫做中阴量 中阴量其实很多 板南县 淡水县 这些都是 这些 你看到这些 很稳定 而且车厢非常常 十几个车厢的 做满满的 因为这些都是主要的道路 你每一个都满满 你看昨天 板南县出问题了 哇 果然 有 信号异常 他就要停 那当然 大家觉得 在台北 双北 捷印还是最 最后的大家 高 最高评价的交通工具 对不对 大众运输就是他最高评价 因为 他没有踩什么 我要坐几点几分了 没有 你来等一下 等一下马上就有车子坐 你不会有人说 我要去赶九点半的捷印啊 那讲这个人 外国人不用讲 台湾不会有人说 我要去赶九点半 我要去赶 八点四十五的捷印啊 没有 不会有人这样讲 因为捷印 不会告诉你说我几点几点 你站上去 一般来讲五分钟 就有一班车子来了 就很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讲 基隆捷印就是骗你呢 为什么 因为他车厢是轻轨的车厢 他踩高空 他的A台没有夹门 你在台北 你到文如县去做做看 你到淡水县做做看 A台有没有夹门 有啊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轻轨啊 那当然啊 他的整个 所有采取的服务啊 每个 每个层级的这种交通 公共因素啊 都有 不同 类型的服务形态 他的服务形态 完全是轻轨 这是在他们的计划书里面 那联合报记者 很认真把他 爬输出来 跟过去所有东西做比对 问了非常多的交通专家 台湾懂捷印的人 我小董就认识很多啊 不要讲我们 现在这些记者更多 他线上的 我过去我 对捷印有兴趣 我就打电话给捷印机长 诶 我要去看哪里哪里 这样 董哥你要去哦 好 你想看哪一站 我说我 我想一下 我就一分钟我就告诉他 最近哪一条线 我要看有没有那个 他们对我 不是说比较理议啊 因为我很懂啊 我要了解 看你们有没有在做事情 很少像记者像我这样了 所以像我现在所待的谷亭站 我们公司现在在谷亭站 谷亭到东门 大家知道东门就是永康街 永康街嘛 对不对 那边很热闹 这一站 这一站前台湾 其他不敢讲 工人那些我不敢讲 前台湾记者 后的 不是工人的 不是施工人的 我是第一个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 我说我要去看啊 他们 处长说好 那我跟施工处的主任讲 打电话给施工处的 等一下 董哥要来看 你给他看 带他去 他看什么都给他看 这个记者千万不要隐瞒他 他太懂了 就这样我一来 施工处的 小董 其实我以前 在其他场合看过他 我说 啊你们现在怎么样 带我去 前盾机 还在挖 到哪里了 我说我随时会来看 你不要 因为我说我最近上班 离这里很近 而且这条路我很关心 为什么 然后我们就坐他的工程车 嘟嘟嘟嘟嘟嘟 就进去了 各位 我常常在坐这样的车 为什么我们很多 跑捷运的记者都 自己都会去看 我以前把刘宝洁 挖到我的报社来 刘宝洁 我说保洁 所以这捷运是一个新的路线 那时候没有台北 捷运才要开始盖 我跟刘宝洁讲 你一跑一定可以跑出一个好的东西 那捷运没有人 没有人懂啊 可是你一跑 发现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慢慢写 慢慢很多人有兴趣 后来呢 他跑一年 出了一本书 厉不厉害 刘宝洁很厉害 身材有道 那他跟中国时报 那两个记者就合出来 这本书叫做 4400亿的教训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摸索 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是失败的 我们现在国外找很多专家 所以这本书叫做 4400亿的教训 他在讲台北捷运 和教训 可是教训我们邪道的成果 邪道像我 像很多工程人员 他们很多东西 他不是在摸索 而是因为 这种科技是日新月异嘛 当中当然有些东西错误 有些东西失败 过去捷运还有火烧车 对不对 在适应的时候 车子烧起来 就这样 那车子烧起来 当然那个轨道跟那个 车轮的摩擦 出了问题才会烧嘛 对不对 各位可以想想 那我讲这个 基隆捷运是个骗集 要想骗 稍稍懂的人 都会觉得是非常可笑 他最可笑的 我告诉你在哪里 你知道基隆的人口 现在有多少 36万多啊 基隆捷运说 我们一天 可以再 9万人啊 你怎么算啊 基隆有四分之一的人 都跑去做捷运啊 各位 你 你 9万怎么可能 任何有点尝试的人都知道不可能 他说他们每个小时可以载 5,047个人啊 我都引用他们那本报告啊 诶 这是427亿的预算要盖的东西耶 你在那边腐烂 你要 你要 笑死谁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你说基隆加率很多人去 那加率跟平安不一样 一个礼拜至少要五天是上班日啊 礼拜六礼拜天你说 多加率可能台北人会比较多或怎么样 去那里啊 我同意啊 那你怎么算出每天 可以有9万人 你要笑死谁啊 各位这胡扯嘛 唬烂 后来 记者 因为昨天也有其他的选举人就去 就出来骂 然后 现在在选举嘛 记者就去问 现在的候选人 民进党提名的蔡世英 蔡世英讲不出话来 再去问林又昌 林又昌也讲不出话来 你怎么可能一天9万 你这根本是轻轨 你还骗谁 不敢讲话你知道 两个人最后说 这个我们不知道要去问交通部 不能 这交通部盖的不是我 诶 蔡世英 你的论文都已经有问题了 现在人家在正下检验 对不对 那 大家可以看到 林又昌是现任的市长 说 他过去到处打包票 好像自己对那个 基隆捷印 都清楚 都了解 一下疑问 傻了 说这个要问交通部 我不知道 各位你不是好笑吗 林又昌过去曾经跟我讲 我以为我过去碰过他两次 他每次都跟我换名片 董哥我如果收集三张你的名片 你以后 不能修理我 我哈哈大笑 当然那是他自己讲的 你收集我一百张 我还在修理你 我做评论 有多少人跟我很熟 熟我照样骂他 骂了 董哥你怎么骂我 我说我是不是就是论事 我就是论事啊 是啊 他牛昌的情况一样 他那时候轻轨变 轻轨盖不了 因为小董一直修理 修理到民进党那些跟我同台的人 每个人都脸红耳致 包括高嘉怡被我当场呛 你们民进党还要骗 你知道吗 跟我同台我都脸还要骗 一铲了土豆没有铲 这个 这个可以完工 我气人骂他 说今年年底他们要完工 我 我听你在 晃 哎呀我要文雅一点 不应该讲 那个字 但是我告诉 很多朋友 因为有些东西是常识 林又昌在基隆轻轨 号称改为捷印哦 他说基隆不用花一毛钱 什么不用花一毛钱 小董在节目上骂过 台北新北基隆各要出百分之多少 怎么不用出钱 然后他现在低头说 哎呦呦呦呦 我们大概要出十六十七亿 那你不是本来讲不要出钱 骗基隆老百姓嘛 所以你看 我们过去承诺你的轻轨没有盖好 没有办法盖 我们提升 改为捷印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不用出一毛钱 哇 好像自己有多大的功劳 各位这就是骗嘛 基隆要一个怎么样的城市 大家看嘛 基隆最美丽的海岸 对不对 它是海洋城市 那大家 也常常听我在讲美食 我说 我台湾最喜欢的夜市是基隆夜市 我讲真的 因为它几乎美滩都好吃 从来讲道别 可是你要看这个城市 它当然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改善 这城市 这城市 诶 你要老实人来做嘛 对不对 你今天讲这些东西 你知道骗基隆人什么呢 你们民进党还要搞哪些把戏啊 我有时候在讲 真的在台湾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老百姓 或一般人 一般名嘴 他不会去追究说 你讲的东西将来有没有兑现 像柯文哲 像蔡英文他们 都以为他们讲了 就表示他们已经做了 讲过就 就等于是做过 这种人 没有执行能力啊 他们完全没有执行能力 讲捷印 柯文哲八年 连一站都没办法盖 一站哦 那马上讲哈龙斌是盖一整条的 一整条有多少站啊 对不对 譬如说 譬如说从基隆捷印他们规划13站 你要做个 南港 就从现在南港 到那个 到板桥这个 对不对 有多少站 柯文哲连一站都没办法盖啊 每天讲 哇我们地方首长要有执行力 你是台湾最没有执行力的 你每天出嘴巴在腐烂啊 我讲哦 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执行力 就是出嘴巴以为自己做了 你知道吗 那今天 蔡英文的情况一样 他就每天 我只要抗中我就有票了 我才管你 蔡英文所有 现在努力去做的 都是他过去所反对的 萊猪 核石 对不对 藻礁 这哪个东西不是他过去所反对的 他每一样都反对 那现在呢 现在要做了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 我看了其实很难够 为什么 因为我们 台湾社会 我们在险阶里面 很多东西都淹没了 淹没你就看不到真相 就大家吵口水 口水 那里面要有一些东西是真相啊 桃园的公共工程品质能看吗 当然不能看啊 油网池的瓷砖偷的时候 用60万来做 后来追加预算追加到1520万 这是怎样的政府 各位朋友 你要去检视啊 没有人去检视 那 我们看了就 很难够很那个 为什么 因为这是名指名高 我们其实政府很穷耶 不是他们每天在垂席这样 等一下回来 小董继续吗 小董真心话 有时候 有时候 很多人 就讲说 啊嫌疾到了 这当然是小董的专长啊 政治我是专长 那 很多东西真的是过目不忘 看了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专长 只是你自己没有被 吹花出来 没有被挖掘出来 的确是这样啊 你看有些小孩子 啊怎么那么笨 可是他对某样东西很精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他的专长 那我的专长就是政治 就是嫌疾啊 我有时候看喔 台湾嫌疾 民进党很会嫌啊 那当然因为台湾很多人也迷失了 觉得说 哇就可以嫌出一个怎么样 台湾会越来越好嘛 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 你看看台积电嘛 台积电是讲中国时代 民进党把它当 既为既有说 啊这是护国神山什么 我们现在 我们政府去护盘对不对 我们护的盘 最主要是在护台积电 只要台积电稳住了 好像都稳住了 对不对 那护盘现在 是不是一如来亏省 我昨天讲公教人员 退伍基金 397 就亏掉了 很多人讲 哇那 那这个怎么办 哎 那万一将来一直亏 你们可能是领不到钱喔 各位对不对 这是 这是一个事实的一个根据嘛 可是我们就讲这个很多人就说 啊你都为言耸听怎么样 政府为物 政府钱都亏了 这是他最主要的钱啊 所以我在讲蓬佩奥 我才会那么生气啊 既然叫我们把这个钱 拿去 给他 做相关的投资啊 那其实喔 你有时候看到了 我们公务人员 退休金 我们那时候 应该是把它拿来给我们公务人员保本的嘛 对不对 我们叫做棺材本 可是喔 如果照民进党这样的用法的话 那大家都会很担心 将来会不会领不到钱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想法 跟一个喔 跟自己的想说对喔 那将来万一领不到钱 我们怎么办 没有办法怎么办啊 现在全世界很多政府都号称破产啊 你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怎么办啊 有政府宣布破产 大家都觉得 劳富欣慰 可是 就是一个事实啊 那 劳工 到6月 3000多亿 亏了 劳工的 退休金喔 那 万一将来回不来怎么办 我们 全民都在救台积电 说他是富国神山 民进党政府保护不了他 又美国叫他来 你到美国投资 你这个 代工喔 我们美国做不太来 你来 要不然你影响到我们美国的各种工业 因为 只好去啊 心不甘情不厌 其实 张东我心里是 毒烂的要死啊 我老实讲 他毒烂的要死 不去 怕美国保护 那美国保护 只好去啊 去的话 我们没办法保护他 那现在呢 全世界战争 很多人都不晓得现在全世界 全世界的情况 光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那可是严重了 对不对 英国首相昨天 为什么要下台 因为你所有的政策 天然气是最重要的吧 现在在欧洲 什么东西卖最好 中国大陆出产的电坛 那 那这 那这几百万 几百万的销到欧洲啊 各位朋友 现在才实业啊 我们实业 我们台湾觉得说 今天天气不错 要不要多加一件薄外套 你到欧洲下雪了 天然地动了 够吗 不够 当然不够啊 还要穿什么呢 还要 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叫做 郭东八件套 八件啊 八套 譬如说 他有一个 他叫 光腿神器 你女生喜欢穿裙子 你要怎么才不冷 在下雪啊 你要怎么不冷 中国大陆有一种 有一种失误啊 叫做光腿神器 穿上去就保暖了 抢手啊 比过去在欧洲销 都三四倍啊 现在才 现在才十月哦 你最冷的是 十二月 一月二月 对不对 抢手啊 八件套 他有八种中国大陆 穿起来会保暖的 现在在欧洲都是被抢 整个欧洲抢得最厉害的 德国英国 这些天天骂在骂大陆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电热毯 然后现在欧洲很多国家 都已经希望老百姓 在室内要穿毛衣 过去在室内把毛衣 穿下来 为什么开暖气 这样很舒服 衣服不要穿那么多 那么臃肿 对不对 现在通通没有了 你在室内 不要再靠暖气了好不好 那你能不能穿毛衣 各位朋友 我去欧洲 的时候 最习惯的就是 他们房间都有一个电缆 电缆器 一格一格的 包括他的旅馆 一格一格的 那这一格一格的 每一个格大概都像 我这个手臂大 然后一格一格 然后 每次经济旅馆人员说 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开 我说 我都不太会用 因为我们来自雅勒代 欧洲是很需要这个 你现在没有煤气 你现在怎么办 对不对 就这样啊 所以很多人讲 我们不怕 不怕他嘴巴会讲 就跟台湾这些年轻人不怕 要抗中 没关系啊 你继续抗 抗啊 无所谓 先去胡一连的兵役 对不对 先上战场 那些退伍的没关系 去叫招嘛 叫招十四天嘛 为什么 我们要叫招 对不起 叫招至少要五年 每年 五天七天 十四天都有 你就去招 我为什么要叫招 你们要抗中 抗中 抗中你要懂得武器使用啊 你是嘴巴讲一讲啊 你要小总上战场 我就不怕了 我不怕上战场 你们 你们每天要抗中 去挑起战争的人 又不要去当兵 又不要上战场 你去问林辉煥嘛 他为什么不当兵 问陈薇婷嘛 他为什么不当兵 问黄国昌嘛 他为什么不当兵 黄国昌最好笑 说我这一票 我这一票投给黄珊珊 小总是最早讲 我说你的户籍不是在弃子吗 你有投票钱吗 他后来承认他没有投票钱 各位 信口开合都可以讲啊 这就是太阳花的货色 我讲各位朋友 每天要对抗 可以啊 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这是尝试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跟美国买武器 买武器 武器要有人用啊 你会用吗 你拿到武器会用吗 你知道枪支拿起来要开保险吗 你知道枪支要拆解 要怎么拆解吗 不知道啊 我们过去枪支拆解 是把眼睛闭起来拆啊 再把它装回去啊 你有办法吗 没办法 你当然没办法 这个要训练啊 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嘴巴讲看电影 以为在打电丸 民进党的立委说 我们台湾大家都很会打电丸 如果战争来 我们不怕 我们就按钮 你要按什么钮啊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的战争 最精彩的都在俄乌啊 开始是用导弹 炮弹一直攻来攻去 人员实际接触到 短兵相接是很少啊 为什么俄罗斯用那么多 坦克车 那坦克车是要打炮的 各位就是要用炮击嘛 他们用比较传统 所以他坦克车也成为目标 容易被人家打 我们呢 我们是炮阵地 我们坦克车 因为我们是个海岛 所以你要怎么打 你看俄乌战争 现在在打什么 现在在打无人机啊 俄国用 伊朗的无人机 把很多 乌克兰的东西都打趴了 那些民生用电厂 什么都打趴了 这种无人机 他的技术从哪里来 中国大陆 我跟你保证 没有人讲 中国大陆 给他一些基本的 伊朗知识 他的无人机变这么厉害 这个无人机 厉害到什么地方 他到 他到自己弹境元节 快没电了 快没什么了 对不对 他就自杀 变神轰特工队 整个就冲进去跟你 同归一进 他这个飞机的功能是 各位 这个叫见证者 见证者 很多人说 哇 怎么不晓得有这个 你不晓得武器 还有很多 叫见证者136 你不晓得武器 还有很多 很多东西会出笼的 你如果看两三个礼拜前 哎呀 二斤被打败 哎呀你看 乌克兰收获了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哇 怎么样怎么样 是啊 很多东西会慢慢出现的 各位朋友 你有看到普丁很紧张 很那个吗 你有看到 泽伦斯基很 很兴奋很怎么样 他兴奋得起来吗 他的老百姓在水深火热 一个总统不能保护老百姓 当什么总统 你跟 对不对 蔡英文 你让老百姓 过这样通过膨胀 的日子 你有什么好讲的 英国更厉害 英国首相干45天 昨天宣布下台 那时候 很晚很晚 我有时候看说 哎 这个人 哎 我们昨天下午在评论 还引用 他这 引用他的影片 他讲 我绝不下台 我会混战到底 什么 讲没几句 隔不到 几个钟头 下台了 为什么 特拉斯啊 为什么 因为英国 英国人 现在日子不好够 英国是一个 马上就要掉落的帝国 我告诉你 这种帝国主义国家 非常残忍 他马上就要 就要掉落了 他的 消费者 的指数啊 上升百分之十点一 人民日子要怎么够啊 各位 多听小董节目 谢谢收听